林鄭最禍及妻 是你將所有問題 就將它變成示威者的問題 是市民的問題 其實政府一直會令恐懼感 一直擴障一直升上去 大家好 我是Grenny 近日有更多外國人關注香港情況 有很多英文的報導 視頻和評論 當中有失實或誤導的地方理想生別 有些字眼和用法理想深入了解 Smart English TV 題材選擇英文報章 深入淺出 為報導提供導讀 幫你掌握新聞治活 即學即用 每個星期 最大量工作就好像成為了政治打手 那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警察 都是很不滿意今次的很多行動裡面 一些手法的 但是因為警隊 他們就是要服從一些命令 我身邊有幾個出口 他只能封一人 然後會用水馬來襲住 如果本身是警察 可能他們都在想怎樣搬走 因為很怕被標籤是警察 他們很多都是很不想自己的子女做警察 有些甚至乎已經有子女準備入學堂 都叫他們不要做了 曾經有人問 為何他們這麼壞都有人嫁他 為何警察會成為過街老鼠呢 為何我的小朋友不是以警察為榮呢 是誰造成的呢 這件事真的令我很生氣 這個政府 現在這兩個月呢 是一手摧毀了警察在所有市民 小朋友心目中的形象 林鄭最禍及妻疑的是你 是你啊 是你不去面對 是你將所有問題 就將它變成是示威者的問題 是市民的問題 將那些打成是顏色革命 是外國勢力 請你抹大雙眼 不要再拿警隊去做一個黨戰牌 不要將我們的幸福福祉壓上 我們溫習一下今天學過的智慧 顏色革命 color revolution 稱為顏色革命 因為在運動過程中 會選擇一種特定顏色作代表 這種革命目標 是要實現更貼政權的一系列運動 方法是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 概念主要來自非暴力抗爭理論 最早是由美國愛因斯坦研究所的資深政治學者提出 打手 或者是政治打手 是political hatchman 只是被僱用用任何手段摧毀對手的人 當戰牌 shield 在視頻裏面是這麼用的 police was used as the shield against civilians 被標籤為 belabeled as 示威者 demonstrators 水馬 water barrier 和理非 例子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英文是 peaceful rational 和 nonviolent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給個like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你能訂閱我 我是 Grenith smartenglish tv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